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乌克兰军方发消息说 乌克兰国家警察柳特旅海啸团指挥官41岁的亚历山大 哥斯第十切夫中校在俄军日前对奥德萨轰炸现场 进行救援时被俄军的第二轮导弹击中身亡 昨天他的家乡地内伯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乌克兰警方说由于俄军炮击加剧 居民正在从苏梅东北部地区的边境定居点撤离 当地人也说不可能再留在这里了 很难找到在俄军袭击中幸存下来的建筑物 大俄境内战况与俄军无差别袭击不同 现在,乌军无人机每天都在打击俄境内的重要的油气目标 3月18日,乌军无人机又袭击了俄罗斯的亚罗斯拉夫尔地区的石油目标 同时还突袭了俄罗斯斯拉维扬斯基的大型料油厂 之后引发了大火 俄美塔斯撤城一天来 乌军向俄罗斯境内八个州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包括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 库班河派斯拉维扬斯克料油厂在内多个目标被击中了 其中,莫斯科州拦截并摧毁了四架无人机 雷尔哥罗斯州拦截并摧毁了三架无人机 卡罗加州拦截并摧毁了两架无人机 奥利尔和罗斯托夫州各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 亚罗斯拉夫尔州拦截并摧毁了四架无人机 库尔斯克州拦截并摧毁了三架无人机 卡罗斯诺达尔边境州拦截并摧毁了17架无人机 俄媒没说没有拦截住的无人机和损失有多少 这符合其一贯做法,报喜不遨用 近期,乌军无人机战队可谓是大方一彩 这极大鼓舞了乌方的士气 在3月16日晚间的演讲中 乌韩总统泽林斯基表示 针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成功打击 显示了俄罗斯的弱点以及乌韩的远程打击能力 来自公开报道的最新信息显示 俄罗斯现有30座大型列游场中的15座 已经遭到乌韩无人机不同程度的打击 乌军在1月18日和21日先进行了试探性的攻击 突袭了位于圣比德堡的两家列游场 随后加大了打击的力度 在最近两周内又突袭了13家大型列游场 而且打击力度还有不断加强的趋势 俄罗斯目前的30座大型列游场 大多数都位于乌方自杀式无人机的航程内 尽管俄官方没有公开承认 被其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但外界还是可以通过多家大型列游场停产 进行计划外的检修 停止出口汽油 以及俄罗斯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等因素 看出端倪 乌军无人机战队针对俄罗斯列游场的突袭 起到了很大作用 很可能已经消解了大俄约20%的列游能力 再这样下去 大俄列游业将要补黑海舰队后尘了 乌军自杀式无人机 对俄方列游场的攻击效果显示 打击目标极为的精确 没有对目标以外的物体或人员造成伤害 这一点令人称奇 据介绍 乌军无人机现在专门针对大俄那些价值最高 有难以更换的油气设施 进行精准攻击 尤其是蒸馏塔 这是炼油厂最重要的设备 难以更换 专业人士指出 要更换受损的蒸馏塔 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而且还是在没有遭到制裁的情况下 换句话说 乌方本轮的无人机攻击 是经过一番谋划的 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不仅是要削弱俄罗斯的成品油提炼能力 还要让俄罗斯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难以修复损坏的设备 以形成长时间削弱大俄炼油能力的效果 这一招够厉害 由于缺乏足够的防空系统 俄军目前仅能大步保证前线 克里米亚和莫斯科的防护 就连圣比特堡等大城市都无法顾及 舅舅给乌克兰自杀式无人机提供了可乘之机 使乌军无人机在打击俄境内目标时如入无人之境 屡屡命中俄罗斯的大型炼油厂 俄军是否会从前线或克里米亚抽调少许的防空系统 来保护炼油厂暂时还没有看到这种迹象 估计以后也不会 因为它现在已到了固投不固定的境地了 乌方此前已公布 准备在2024年生产超过100万架无人机 无人机将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乌军士兵进行战斗 为此乌克兰政府又宣布 已拨款约400亿格里夫纳用于建设无人机制造与维护等项目 3月18日乌方又说 在最佳拨款50亿格里夫尼亚用于购买无人机 乌克兰总理施梅加尔昨天在社交媒体上确认了这一消息 他表示乌克兰政府额外拨款50亿格里夫纳用于购买无人机 以加强国防能力 乌克兰经济部长斯维利·登科说 已经与无人机制造商签署了价值约300亿格里夫纳的协议 价值140亿格里夫纳的合同正在准备中 此外 乌克兰的盟友国也在积极地援助乌方先进无人机 可以预期 未来乌军无人机战队将在战场上展现更加瞩目的风采 近日 俄罗斯反普军突入了大俄境内 攻城略地的举动 也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前天俄罗斯反普军发消息说 又俘虏了一批俄军 打算以这批俘虏换回被俘的乌军 昨天又说我们再次邀请格拉德科夫州长参加会议 将囚犯移交给他 作为战果确认 他们展示了捕获的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的新一批俘虏 目前俄方还没有回应 按俄方的惯例 地方官一般不会插手战俘交换 这事只能等以后再说 3月18日 反普军部队继续炮击比尔格拉德 同时宣布占领了多个定居点 截至目前 反普军在俄罗斯境内已经连续作战了8天 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这对大俄的影响非常大 俄罗斯民众发的视频显示 驻守在他们那里的俄军后悔跑路晚了 其中一名俄兵边跑边喊 大家快跑 我们被消息欺骗了 反普军没有被赶出去 他们打过来了 反普军17日宣布 他们和车臣志愿者一起 攻占了俄罗斯比尔格拉德州 格雷沃隆斯基区的一个村镇 格尔科夫斯基占领该镇后 他们发现该地的俄军 早已丢弃了装备驾车跑路了 他们想了解俄兵的去向 去找当地村盖部 又发现村盖部也跑了 随后 他们把格尔科夫斯基行政大楼上的 大俄旗帜摘掉 换上了自己的旗帜 同时 在格雷沃隆方向 反普军也取得进展 而空天军开始向该地区分兵进行轰炸 其实目前 反普武装至少已经控制了 格境内4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反普军指挥官伊基丁 对于媒体说 他们的军队会继续在 比尔格拉德州和库尔斯克州存在 并继续向前推进 卫星图片显示 反普军联合部队控制区在扩大 目前约有52平方公里 比整个阿富地乌卡地区还要达20平方公里 而俄军此前为了控制阿富地乌卡付出的是 5万多人和大量装备 大家发现没有 有个冷门爆出来 攻占俄罗斯境内的土地 比在前线战场上硬拼要容易得多 反普军近日的行动 向全世界表明 大俄的边防漏洞百出 境内守卫也不堪一击 客攻无力有效控制其广袤的领土 不知道乌克兰和其他大俄周边国家心动没有 有个消息说 为了应对边境地区突发的战斗 俄军被迫撤出部署在乌克兰的某些装备 同时将一些部队调往边境州 正在激战的地区 从多方消息看 反普军联合部队还在壮大 人数越来越多 目前已知的就俄罗斯自由军团 戈萨克营 西北利亚营 达达人战队 车臣志愿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团等 六个武装组织 预计随后还会有更多组织加入 如此持续下去 大俄境内就可能出现遍地开花的局面 这才是大俄头头们真正头疼的事情 弄不好先从内部四分五裂 不用外力 自己就把自己瓜分了 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好戏在后头 乌克兰前线战况 3月18日 俄军在空军支援下 继续在阿弗地乎卡发动攻击 其中俄军在奥尔利夫卡定居点 附近有所推进 乌克兰目前还驻扎在该地的三个定居点 库贝昂斯克 克里米纳 莱曼一线 乌克兰击退了俄军在特尔尼附近 发起的一次大规模的装甲进攻 同时俄军向辛吉夫卡方向的进攻 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3月18日的扎布鲁尔前线 俄军在维尔伯维西北地区 取得了少许的进展 同时俄军已进入罗伯泰尼南郊 并试图在那里巩固阵地 双方继续在其他战区拉锯 战线的变化不大 乌坊18日发布的战报显示 过去一天 乌军心坚敌810日 同时摧毁俄军 坦克19辆 装甲车17辆 火炮34门 无人机36架 后勤军车68辆 特殊设备8套 后方级军援情况 乌克兰立法机构 正在讨论招募50万新兵的法案 估计能够如期通过 这将使乌方常备军数量增加一半 新法案提出的增兵计划人数是 2023年乌军反攻新增加12个旅的10倍 评论认为 这可能使该国最终打破俄军对其南部地区的控制 将前线切成两半 并迫使俄方按照基辅的条件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 乌克兰的利好消息皆种而知 3月18日 欧盟国家外长会议一致同意 2024年 向乌克兰提供50亿欧元的武器援助 会议决定 根据欧洲和平基金额外拨款50亿欧元 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出席了本次欧盟外长会议 库列巴感谢捷克 及时主动提出为乌克兰采购火炮弹药 并感谢所有为其实时做出贡献的欧盟成员国 昨天 捷克又宣布新找到了70万枚炮弹 此前找到的首批80万枚炮弹 将于6月开始分批交付 两项合计 共150万枚炮弹 预计花费33亿美元 目前 有超过20个国家宣布加入捷克主导的炮弹联盟 为乌克兰采购火炮弹 只要资金到位 乌军炮弹紧张的问题 将很快得到缓解 捷克官员透露 相比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国 致力于提高本国炮弹产能 捷克政府将重点放在了为乌克兰购买现有的武器 据说 捷克政府现在已派员 悄悄的环游时尽 与几十个国家签订了销售协议 并谈判获得了出口虚格证 捷克方没有谈论炮弹的具体来源 只暗示供应商包括一些大额的盟友 不论如何 只要能为乌方解决炮弹荒 就是大功一见的德国军工巨头 莱恩金属的首席执行官 阿明 帕佩格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说 该公司的炮弹产能到今年年底将达到七十万发 公司在德国 乌克兰和立陶宛的新工厂一旦投入生产 炮弹生产能将突破一百万发大关 该公司目前生产的几乎所有的弹药都在送往乌克兰 乌美消息当地时间3月14日 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 北约秘书长斯多尔滕贝格与来访的波兰总统杜达 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 会上斯多尔滕贝格说 凭借非凡的勇气和创造力 乌克兰已经证明俄罗斯军队可以被打败 至于人们谈论的俄罗斯军事威胁 他认为基本上所有的俄罗斯地面部队 都被投入到了针对乌克兰的期待战争 因此我们认为没有针对任何北约盟友的直接军事威胁 斯多尔滕贝格强调 北约会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以及俄罗斯的后续行动 北约有能力保护任何的盟友 75年来一直在执行这一任务 节目最后 恳请宽裕的朋友给大雄一些打赏 做视频已然不足以糊口了 最近因为俄乌话题日趋敏感 视频被大量黄标 流量也急剧下滑 所以恳请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国内的朋友可以扫频道主页的赞赏二维码进行打赏 在此大雄向大家表示真挚的感谢 我们下期见